在美国有一名男子日前把车开进了树林里头 结果有两头小黑熊就闯进他的货车 一个不小心还把自己反锁在车子里头 调皮的导弹按喇叭发出了刺耳的声效 结果呢车主才发现里头竟然是小熊下了一大条 空无一人的货车突然传出喇叭声 难道有灵异事件发生 车主战战兢兢的往车子探头一看 没想到按喇叭的是小熊 让人大吃一惊 只是一瞧捣乱的还不止一头 而是小黑熊哥良好 小熊在驾驶座爬来爬去 不时压住喇叭发出刺耳声响 事情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 家庭安保技术人员斯托克利到客户家维修 突然听到停在门外的货车喇叭声大作 于是跑出来一探究竟 没想到是两头小黑熊闯进的货车 还不小心把自己反锁在里头 只能按喇叭喊救命 小熊出没让人惊喜的同时也让人心惊 斯托克利担心熊妈妈没走远 随时可能跑回来找孩子 后来他站望四周 确定熊妈妈没被喇叭声引来 便开了车门让这两个熊孩子脱困 不过其中一头小熊似乎搭车搭上了影 磨磨蹭蹭了半天才下车 不过一跳下车便一溜烟跑进树林 失去了踪影 小熊淘气现身 这一幕让目击的民众会心一笑 文贵宾 文贵宾